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非常密切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作為一個港口很早前已經是內地廣州最南方前沿的港口 軍事在屯門 如果你看海上絲頭之路 外國的船通過屯門再進入廣州 鴉片戰爭後 香港割養 英國想將香港成為一個向內地進入的一個跳板 所以他拿了香港 香港一直都是我們中國組成的一個部份 亦都與內地的發展息息相關 與中國的近代的發展亦是很緊密的 所以這是一個順次相依與廣東省順次相依的一個城市 它一直發展 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其實與香港都有很多的關係在裡面 你看共產黨1921年建黨 其實我們香港的海源工會 當時叫做中華海源工業聯合總會 那時候還未叫做海源工會 它成立的就是1921年 剛剛與共產黨的成立是同一年份 它成立的時候是三月幾號 共產黨成立的應該是七月 按現在的考證就是大約七月二十幾號 現在為了用一個容易去記的就是七月一號來定這個共產黨的誕生 海源大罷工就是1922年 當時就是因為海源的待遇 生活非常困難 要求加薪 船東不肯 於是才有罷工 罷工的第二年 中國共產黨就發了一個公開聲援的聲明 所以共產黨對於這個海源大罷工也是非常關注 也密切與海源這邊的一種溝通 希望通過海源罷工這種凝聚工人的力量 來作為一個國家發展自己階級的力量 來聯繫海源 而事實上海源罷工的一些領袖人物 譬如林偉文、蘇小貞 這些其實到2025年的時候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即是當時發動的省港大罷工 簡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所以由一開始 即是共產黨的誕生的時候 它已經是跟我們香港相關 所以接下來的抗戰 以至到解放戰爭、韓戰 即是我們叫朝鮮戰爭 香港一直都在支援內地 以至到改革開放 都是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密切問題 香港回歸祖國 如果沒有共產黨 根本都是不可想像的 因為在這一百年來 我們國家的發展是翻天覆地 即是1983年的時候 新界租借的年期是要到期的 於是他就要跟內地談判 當時的鄧小平非常有智慧 很堅定地說一定要收回香港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國家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即是在發展當中 形成了一個比較強的角力 即是如果1949年後 我們站起來 接下來七八年的時候 我們改革開放 就是已經開始 將我們國家的建設 再推上台階 形成一種抵氣 才可以收回香港 即是這就是國家 香港各種緊密的關係 香港和內地的經濟 其實最先 香港是比較發達的地方 尤其是建國之後 我們國家的發展 是一直一直在 從一個一窮二白的水平 一直在發展 到了七八年 那個改革開放 香港就是成為我們改革開放 引入資金的一個很重要的渠道 當時的很多港人 亦都是把一些產業 帶到內地 這也是一個 資金的一個大技術 以至到管理 推動了我們內地的改革開放 所以經濟的關係 這也是一種 我們叫做 承接 即是我們國家發展 推動我們國家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如果我們看回 我們國家的 近這百多年來 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 是一種屈辱 尤其是從1840年 加遍戰爭開始 一連串的外國的侵略 英國、列強、法國聯軍 這些屈辱 到現在 我們數上去 大約180年到差不多的時間 由那時候開始屈辱 建立新中國 我們才擺脫那種狩獵強、侵略 所以我們整個中國人 整個中華民族 都有一個叫做 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種心願 在這種百年的溫慾當中 想要有一個洗脫 要復興我們中華民族 而事實上 在中國歷史上 我們一向都是世界第一 無論是科技 以至到整體的綜合角力 有些學者說到中國的GDP 到了清中業 我們還是世界第一 換言之 我們在這180年的過程中 我們會重新 我相信我們真的可以達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目標 在建國的一百年 如果我們由49年一路數到 未來2049年 這個建國一百年 這個也是共產黨領導 我們中國人民去奮鬥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是參與其中 所以我們是要承接著這個八年的大計 去為國家貢獻 也是參與到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之中 出一分力 我們國家現在完成了第一個一百年 即建黨一百年 剛好就是今年 扶貧攻堅戰 十三五規劃完成了 已經達到一個小康的水平 然後就開啟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 十四五規劃 以至2035年的遠極目標 其實是將我們這個第二個八年精程 作為一個開局 而且是一個叫中期的開局 十四五規劃就是規劃這五年來 我們要達到的一些目標 而這個規劃當中 其實是香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 所以你看到在十四五規劃裡面 香港有自己的專長 也鼓勵香港發揮我們固有的優勢 然後更加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與粵港澳大灣區 也是很密切的關係 和廣東省澳門融合一個世界最先進的灣區 這個灣區將會比現有世界大的灣區都要先進 都要規模大 無論是人口上 以至到科技最先進的 產業鏈最遠秘 以至到整個經濟體量最大 也就是福原最廣闊的灣區 不知將來這個地方是世界最先進的地方 所以我們香港作為灣區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且是一個叫做引擎的城市 所以我們更加好地與內地配合好 因為我們是一份子 內地的戰略 香港要發揮我們的優勢 香港自己的定位就是創貨 以至到發揮我們固有的 譬如我們的專業服務 我們的國際聯體 我們的貿易 這些優勢 與內地的發展接合起來 譬如以創科為例 我們的科研能力很強 但我們的科研如何去變成一個產品 推出市場市場化 以至要行銷全世界 這是要與內地去接合的 內地的產業鏈非常完備 它可以將你的科研成果很迅速有效 以至快速有效率地去實現它的規模生產 然後開拓市場 所以這是需要我們 香港積極融入去發展 才能夠達到整體發展的目標 政府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要與內地 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國兩制 要將制度與內地接合好 然後發揮優勢 一國兩制是真的很特殊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全世界灣區 它其實都是一國一制之內的灣區 唯獨香港與內地這種制度 是世界最獨特的 但也有它的隔閥地方 因為始終行的兩套制度 兩個司法區 也有不同的貨幣 所以這個情況是需要各地政府 更加積極地去進行有關的融合 推出一些政策 另外一方面 要提供一些政策的誘因 令到香港能夠更好地去到內地 去與內地的企業 內地的發展更加好的接合 以至到我們工聯會一直都主張 在人員的流動方面 要提供更加多的方便 這些政策其實要與內地去談 以至到內地亦都要擦場鬆綱 能夠令到港人回到內地發展更加便利 年輕人可以在灣區上發揮他們的創意和活力 然後貢獻到我們自己國家的發展 這方面的一些工作 除了政府要政策之外 另外其實就是要多些令到香港的青年能夠去了解 多些去製造一些平台 以至到機會讓香港的年輕人 香港的創業者能夠多些了解內地 例如我們都推動一些叫做青年的實習計劃 或者是協助青年去到內地就業的一些輔助 這些工作政府和我們工聯會都應該積極加強去做 美國製造英文辯 金智瞭